2023年一开年就爆款不断,从狂雕,它是谁到漫长的季节,以及各类院线上映的电影都证明,国产影视作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情节尺度越来越大胆。 在观众讨论剧情,赞赏作品的质感时,演员的塑造力也是绕不开的看点。 而且,即便这些爆款中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要角色的作品,但依旧挡不住女演员发光发热,让观众眼前一亮。 今天就来谈点一下2023年上半年演技最好的女演员排名,看看有没有你get到的演员。 第七名,李小冉在《我们的日子》收官之前,观众几乎把这部剧当作第二部《人世间》来期待。 尽管这部剧多少有点高开低走,越走越崩的效果,但演员李小冉在剧中的表现还是让观众刮目相看。 庆余年中,李小冉饰演的是满腹成腐的长公主。 今生有你理,她又是坚韧独立的单亲妈妈,性格温婉,好强又倔强。 可《我们的日子》中的小娇妻刘书霞却与李小冉以往的荧幕形象毫不相干。 剧情里,刘书霞娇气作作,虽然是当妈的人,但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时不时委屈地扁着嘴,和家里人相处倒向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 可就是这样一个很容易眼崩的角色,被李小冉刻画得自然又生动。 尤其是当角色犯了异病的时候,李小冉常常摆出青春伤痛文学里破碎感十足的女主表情,有时候好气又好笑,代入感极强。 第六名,宋丹丹以宋丹丹的演技实力,即便是配角也能演出让观众挪不开眼的效果。 电视剧《熟年》中,宋丹丹饰演的吴二虎是个精打细算,被生活打磨地势块又现实的中年女人。 剧情里,吴二虎的重头戏就是和刘红艳的婆媳矛盾,作为婆婆,一心只想着催生的吴二虎十分让人反感。 可在演员的塑造里,观众看到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千千万万个爱操心的母亲。 这样强势不讨喜的母亲,也在为家庭让步,为家庭牺牲。 当宋丹丹饰演的吴二虎释放自己多年来的委屈时,宋丹丹见红的眼眶, 越来越哽咽的台词输出,都让观众跟着心疼。 如果不是角色本身的设定,太没有分寸感,边界感,宋丹丹的排名完全能挤入前三。 第五名,严妮严妮出演的《外婆的新世界》,是上半年唯一一部展现老年女性视角的电视剧剧中严妮一人分饰两绝,塑造了强势的姨婆和卑微善良的外婆。 从表演的难度来看,这是对严妮演技的考验,而从最终呈现的效果来看,严妮的塑造力几乎可以摆脱装造的加持。 剧中,严妮哪怕不利用装造的区别,观众也能在她的表演里,看到两个长相一样,但灵魂却完全不同的角色。 第四名,孙丽一部《甄嬛传》,彻底将孙丽捧上青衣大花的位置,不过比起同赛道的女演员,孙丽在表演方面的节奏一直很舒缓,作品接到的频率不高,但几乎每一部都能播出不俗的成绩。 2023年,孙丽仅仅上线了一部参演电影《中国乒乓》,但是却靠着戏份不多的存在感,再次证明自己的演技。 电影中有一段丈夫被追责,妻子打抱不平的戏。 这场戏里的孙丽,整个人都透着家庭主妇的朴实,一开始,她声音里是阴阳怪气的不满,但是紧接着,孙丽却声音减低,越来越哽咽。 在妻子说到连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都,那以后还有谁会在球队需要她的时候,挺身而出呢? 的时候,孙丽的眼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下来,从开始的强势到心疼的委屈,孙丽把一个心疼丈夫,为丈夫感到不值的妻子形象立住了。 第三名,林小杰在漫长的季节播出之前,林小杰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比较陌生。 而随着这部剧的爆款出圈,饰演配角罗美素的林小杰硬是靠演技,征服了观众。 剧中,她的服装造型都吐气十足,乱糟糟的头发,暗黄的皮肤,以及镜头前遮掩不住的皱纹,全都让中年妇女这一形象更加接地气。 而在失去儿子之后,林小杰对每一场戏的塑造,都让观众隔着屏幕感受到了母亲的悲痛。 当罗美素看着没有按承诺带回儿子的丈夫时,眼里是埋怨、失望,而在儿子去世后的独角戏里,罗美素依旧正常生活,洗衣做饭。 可此时的林小杰整个人就像是被抽走了魂,让人感受到母亲失去儿子之后完全黯淡的人生状态。 第二名,高叶狂飙爆了,演员张颂文走红,而饰演大嫂的高叶更是盖住了女主李依童的光环,通过角色大爆出圈。 现在回顾狂飙中高叶对大嫂一角的塑造,可以说是相当惊艳。 据悉,剧中大嫂一角所有的妆容造型都在向成熟性感的中年女人靠近,而其中有很多套服装和妆容都是高叶自己设计的。 单从这些造型就能看出,高叶本人吃透了角色,也有着脱离白瘦幼的高级审美。 至于高叶对角色的演绎,更是把优雅和狠赖演绎的淋漓尽致。 她看似从不参与犯罪,但却对整个大局了如指掌。 必要时带着儿子离开,恰当时扶持高启强上位。 只可惜,大嫂这个人物在拍摄时其实有更大的尺度,但因为审核限制,删去了不少。 正是因为如此,高叶在这个榜单上也只是排名第二。 第一名,宋春丽《我们的日子》并不算是2023年上半年最爆的一部剧,但是宋春丽对角色的演绎却是最惊艳观众的。 剧中,宋春丽演绎的姥姥是一个任劳任怨的老人,她年纪一大把,但却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偶尔与女儿,女婿发生争执,但也依旧心系整个家庭。 剧情里,有一段宋春丽饰演的姥姥回亲儿子加小柱,结果却受儿媳妇气的戏。 这场戏里,老人坐在过世老伴儿的坟前,浪漫悠悠地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就是这一场戏,让观众意识到姥姥不是糊里糊涂的老人,而是心里明明白白,为了过日子却只能委屈自己,压抑自己的妇人。 这场戏里的宋春丽,声音哽咽,眼眶泛红,委屈的时候,好像整个人都变成了易碎品,但当老人说完自己的心里话之后,宋春丽又擦擦眼泪,仿佛卸下了身上的重担,鼓起勇气,重新面对坎坷不断的人生。 就这一场在坟前的哭戏,就足以把宋春丽老师的演技列入教科书的级别。 当然除了以上七位演员之外,上半年众多的影视剧里,还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女演员。 事实证明,在演技实力面前,所谓的剧情视角、戏份多少,都不重要。 最后,你最喜欢哪位演员的表演? 最后,你最喜欢哪位演员的表演?